他每天忙完工作回到家以后就是玩手机 然后把家务都抛给我 即使是不忙的时候他现在也不帮我做家务 我每天都忙于工作已经很累了 回家也做家务 游戏只是偶尔很少 我们最近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吵架 而且有时还会冷战 遇到事情也不和我沟通 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们从来都没有好好沟通过问题 因为他一遇到事情就和我这样 我实在心累 都不知道怎么好好和他沟通 他对女儿太过于溺爱 总是无邪事地对女儿好 只要说到女儿的教育问题 我们就会吵架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女儿本来就应该抚养 我想给女儿一个美好的童年 我想对女儿好 难道也有错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韩先生34岁来自吉林健身教练 马女士31岁来自吉林公司职员 有请两位 有请 今天妻子要来的是吧 对 是我要来的 看小片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先生好像现在对家里比较漠视 对吧 第二个大问题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 对 咱们从哪开始说起呢 因为我俩爸都结婚八年了 我觉得现在对我确实是有点漠视 你看就比如说在生活中 就是下班了以后 然后我老公总是窝在沙发上玩手机 是吗 作为健身 我一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我其实挺累的 我想回家休息一下 我不玩手机的时候 我媳妇瞅着我怎么都行 只要我拿起手机了 她不管你是不是玩游戏 就哪怕我再跟会员预约 就是明天谁几点来 谁几点来 她都会跟我说 你能不能干点活啊 你把地脱了 你看家里多麻烦了 我不是不干活 我干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在给会员回微信的时候 我觉得手机不是这样横过来的 那横过来的 你是给那个会员回微信的吗 总得有休息 手机有这个功能吗 我想知道 有横着回吗 你休息的时候 那你休息的时候 你说你休息的时候 不能陪陪我跟孩子吗 而你总是在拿着手机 人家都说 不离不弃的是夫妻 你这可倒好 中间总拿着手机 再有一点 就算是你回那个会员微信的 但是你是不是也得 适当地找时间去回 你这样 你不把家里边和工作 混为一起了吗 我知道 尽量 他在家和跟我不是这个态度 我一说他就炸了他 炸了的意思是急了还是爆炸了 对 就急了 是吧 我就玩一会儿 我就看我手机 你就得要事儿的 你是不是有没有打游戏吗 有 而且我觉得打游戏有点商业 照什么进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有没有打游戏 是不是在这个 引起了老婆的不快和反感 睡了再打呗 这还想不出办法来 我说我玩一会儿 我说媳妇 我玩一会儿游戏 我今天累了 我想放松一下 你玩吧 去吧 你上客厅玩 我跟孩子一会儿要睡觉了 行 我坐那儿玩上没有五分钟吧 也就五分钟 你能不能把灯关了 我跟孩子要睡觉了 你不知道开着灯 孩子睡不着吗 哦 把灯关了 你能不能小点声 你不知道你很吵吗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不想让我拿你直说呀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你去玩吧 不是 他在打游戏的时候 没有时间管你 他可能觉得是五分钟了 实际上已经半个小时了 我看你了